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住的会计师会计基础办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五节集中资产转移 其实集中资产转移是根据23号准则改写的 因为它还是跟我们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22号准则有联系 所以它把它放在第五节来进行讲解 那下边我们看标题 集中资产终止确认 固定资产那张咱就说过 什么叫终止确认 就是你只要带固定资产的时候就叫终止确认 而现在对于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您什么时候做分路 给我带某某金融资产 比如说带债权投资 然后带其他债权投资 此时就叫终止确认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含义 是指将之前确认的金融资产 从资产负债表中逾一转出 您把金融资产给消掉了 资产负债表上还体现了吗 不体现 这就叫终止确认 那么什么样的条件 我可以终止确认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就可以 第一 获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比如说应收账款 我要问你是金融资产肯定是 它是收款的权利 假如说我应该收你一百万 我收到了 我就会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账款一百万 只要我带应收账款 不就等于从账上把应收账款消掉了吗 这就叫终止确认 而且是因为合同权利终止 比如说合同到期 我该收的钱收到了 终止确认 还有一种没到期 我金融资产没有到期 但我中间把它转移出去了 而且这个转移满足我 23号准则所说的终止确认的规定 也可以把它终止确认 比如说我应收账款 我是从您老人家那收到钱了吗 没有 但是我把这应收账款卖给银行了 将来银行给我一笔钱 我会跟银行约定 你将来银行是跟您老人家去收钱 不论这钱收没收到 你银行不能来找后账 这种情况就叫不负追索权的 出售营收账款 在我这 我就可以把这笔营收账款给它销了 所以是到期了权力消失 我可以终止确认 没有到期我只要转移了 我也可以终止确认 有人说你别总想着应收账款 能举个别的例子吗 比如说我把应收票据给它贴线了 背书了 如果满足相应条件 我也可以把营收票据给它终止确认 代营收票据 满足两个条件之一都可以 那么标题二 集中资产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一共是有六个步骤 我一一给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说从这六个步骤判断 其实是六个方面 你符合不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我们先看块一 确定适用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规定的报告主体的层面 这是六个步骤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您将来跟我谈终止确认 您是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上去谈 还是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去谈 慢点 咋又提到合并财务报表 母子公司是不是要编合并报表 对 在这他给出了一种情形 比如说企业也就是转出方 对金融资产转入方具有控制权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本身是母公司 而您老人家是子公司 本身我有一项应收账款 我是母公司 我把这项应收账款出售给您子公司了 我说的很清楚 而且我告诉你 本来我应该可能收假公司钱 我出售给你子公司了 将来是子公司去收假公司钱 而且我告诉你不负追索权 也就是子公司能不能从假公司这收的这笔钱 都不能来找我母公司找后账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不是满足了一转一切终止确认的规定 对 站在母公司的角度来说 他就会做借银行存款 比如说但应收什么账款 好 这是母公司 那可能有差格 我们按照后边的规矩来 你不用去管他 我现在想说的是 母公司把应收账款消掉了 那大家想一下 他卖给谁了 他卖给子公司了 可是如果我要编合并财务报表的时候 是不是我会把母公司的数据抓在这张大白纸上 我会把子公司数据也抓在这张大白纸上 那么在这张大白纸上 是不是把母子看成是议题的 对 母子看成议题的 你能说自己的应收账款卖给自己吗 不能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笔应收账款的终止确认 貌似就不合规了 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个别报表你可以终止确认 但是站在合并报表 把母子看成是议题的 有可能你这终止确认 就是没有终止确认 在大白纸上 母子是议题的 我不承认你应收账款终止确认了 可能在大白纸上 我就要把你终止确认 这笔应收账款给你恢复过来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后边第27章要讲的内容 在这不过多去说 我们看一下 那么除了在该企业 也就是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基础上 应用本节规定以外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还应当按照合并报表的规定 合并所有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而且我要在合并报表层面 应用本节的规定 我判断终止确认可不一定 只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上 我还要看合并财务报表层面 在母公司个别报表层面上 我就可以终止确认 而在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层面上 我就不能终止确认 你要分别说是哪个层面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某项金融资产的转移 很可能是个表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而合表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你跟我说终止确认 一定要说出来报告主体的层面 是个表 是合表 这就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 我还要确定金融资产是部分 还是整体适用终止确认的原则 你可以把你手里边理解的 金融资产理解为是一个蛋糕 你是把蛋糕都卖了 还是你蛋糕切成一块的给卖了 就这个意思 有没有可能我承认你是部分终止确认 可以啊 比如说我这蛋糕就切下三分之一卖了 我只终止确认这三分之一 另外的蛋糕三分之二还是我的资产呀 所以当且仅当金融资产的一部分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我终止确认的规定 仅仅适用于该金融资产的一部分 除了这三种情况 我一定会认为你把金融资产全卖了 它适用于该金融资产的整体 用备目不用听懂就行了 比如说第一个 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 可辨认限界流量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本身是个银行 我把一笔款带给消费者 让他去买房 站在银行的角度 我是不是要用到一个资产来科目 叫贷款 没错 站在银行的角度 我有的权利是收本收息 没错吧 将来银行可不可以把这个贷款给卖了 可以 那我问你的是 你把这笔贷款是全卖了 还是卖了一部分 比如说 我银行把这笔贷款给卖了 但是我只卖了什么 我只卖了本金收款的权利 也就是说 我不获得本金的现金流量 将来从消费者呢 凡是收的本金的部分 我都给您 如果你要问我银行 我获得什么 我仅获得利息的现金流量 反正从消费者呢 收到的利息 可以归我银行 本金归您 这不就是特定可编认的现金流量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该金融资产部分 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 全部现金流量 完全成比例的现金流量部分 我绝对不是只把本金打包卖出去了 将来我会把我的贷款 既包含本金 也包含利息的整体的一部分给卖了 比如说 本金加利息的百分之十 留给我银行收取 本金加利息的百分之九十 卖给资产管理公司优贷来收取 可以吗 可以 在这提示一下 如果转入方不止一个 只要转出方所转移的份额 与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 完全成比例即可 不要求每一个转入方 均持有成比例的现金流量份额 啥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保留的是收本收息的百分之十 换句话说 我把本金和利息的百分之九十都给卖了 那可能我卖给甲一饼三个资产管理公司 比如说甲 我是把本金的百分之九十卖给他了 以我是把收利息的百分之八十卖给他了 甲一饼我是把收利息百分之十的权利卖给他了 你看甲一饼不还是本金加利息的百分之九十卖了吗 但是甲一饼每个人收取的特定现金流量是一样的吗 不是 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只要我保证 我是保留了收本收息的百分之十的权利就可以了 第三 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可变成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的现金流量部分 我将来可以把收本的权利全都卖出去 我将来可以把收息的百分之九十的权利都卖出去 我只保留收利息百分之十的权利 也就是说收到的钱是利息吗 是有百分之十归我 剩下的全都归你老人家 一样的 如果转入方不止一个 我只要求转入方所转移的份额与金融资产的特定可变成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即可 不要求每一个转入方均持有成比例的现金流量份额 您不是转出去收本的权利吗 您不是转出收百分之九十息的权利吗 有可能你卖给甲一饼三个公司 收本的百分之八十的权利卖给甲 收本的百分之二十的权利卖给你 我款你卖给谁了 你不是把收本的权利全都卖了吗 另外你把收息的百分之九十的权利卖给饼 甲一饼是不是得到的现金流量份额是不一样的 对 但你只要保证我留下了利息的百分之十的份额就可以 将来只有这三种情况 我认为你是把金融资产给怎么了 不分转移了 剩下的 我只能认为你全都把金融资产整体给卖了 是这个意思 用备吗 不用 但你要知道这三种情况 是六个步骤的第三个 我要确定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是否终止 权利要终止的 我收取款项的权利要终止 貌似通常应该终止确认 我权利没有终止 我貌似不应该终止确认 所以它是六个步骤 也可以说从六个方向判断你该不该终止确认 先说第一个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权利已经终止了 那我当然要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如果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权利没有终止 那我会问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接下来要判断 你是不是转移了金融资产 如果你转移了金融资产 别人又不能找你后仗 你可能就要终止确认 如果你转移了 表面我把应收账款卖给您 您去收对方的钱 如果你收不到对方的钱 您还能来找我后仗 在这种情况下 您能找后仗的情况 是不是叫负追索权 此时我就不应该终止确认 被转移的金融资产 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三个判断标准 那第四个 判断企业是否已转移金融资产 你看收款的权利要终止了 我就不再往下判断了 直接就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收款的权利要没有终止 我还要判断你是不是转移了金融资产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 我怎么判断你是不是转移了金融资产 我要从以下两种情形做出进一步判断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合同的权利没有终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合同没有到期 但是我把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权利 转移给了其他方 比如说我把我手里的一张应收票据 背书转让给您了 而且您不能向我找后账 我把手里的一张商业汇票贴线给银行了 银行给我贴线的钱 他不能找后账 这种情况我就把收款的权利给了您 我就把收款的权利给了银行 此时我就应该从我账上 把我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的权利给它消掉 就这意思 第二个 企业保留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 我没有转移这种权利 但我承担了收取的该现金流量支付给一个或多个最终收款方的合同义务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手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可能是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有人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可以跟你举个例子 我一说你就能明白 比如说站在我的角度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是一个银行 我把银行里边的钱带给谁呢 比如说带给消费者 让他去买房 消费者大多数工薪阶层没钱 全款买房 那我银行就一次性把钱打给房地产开发公司 你消费者陆陆续续再把钱还给我银行 你消费者还给我银行的钱既有本金也有利息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但是我银行贷款给消费者是一次性的 一笔就把钱打给房地产开发公司了 等于我银行替你消费者买了这个房 你消费者再还我银行钱 我是一次性打出去的钱 但你消费者如果采用按揭还款的方式 你是不是要陆陆续续分期把这钱还给我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银行如果垫出去一笔贷款 或者打出去一笔贷款 我还能承受 如果你消费者都跟我银行去贷款 我银行可能资金就会紧张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怎么能把这个一次性打出去的钱 快速让他回流资金 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银行就把这个贷款打包卖给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证券管理公司等等 或者是打包卖给我们所说的信托 那信托要这个贷款组合干什么 因为我卖给一贷款给一个消费者还好 我要贷款给很多消费者 是不是他本身就是个贷款组合呀 我可以把这贷款组合卖给信托 将来信托实际上就会把从银行买来的贷款组合 给他分成一份一份一股一股的往出卖 谁买了这个我们组合之后的分成一份一份的 一股一股的这种贷款组合 是不是谁就成为投资者呀 对 那么信托就有钱了 信托有钱了 然后就开始各种炒作赚钱 最后有了回报 是不是要回报投资者呀 对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大家想一件事 但在银行的过程当中 最亏货手就是银行呀 最初他确实把钱贷给了什么 消费者 他又为了快速的回笼资金 他又把这贷款组合卖给了信托公司 他是不是打出去一笔钱 马上收回一笔钱 银行完成了我们资金的流动性需求 对吧 那这时候其实这个贷款是归谁所有 比如说归信托 归证券监管公司 证券管理公司等等 归证券公司所有 可是大家想一想 站在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你会把钱直接还给信托吗 不会 你就会告诉我从银行贷款 我就把钱还给银行 这一时就造成一种什么局面呢 消费者把钱还给银行 银行把钱再打给信托 因为这个贷款组合已经卖出去了 在整个的过程中银行其实就是一个过路财神 等于从消费者的收到钱马上给了信托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过手安排 他从消费者的收到的钱是银行的吗 不是 他把钱给了信托 这本来就是人家的钱 但是银行只是起的一个代收代付的作用 如果你仅仅是代收代付 您前边又把这贷款组合卖给了信托 那我站在银行的角度 我就可以把这笔金融资产 也就是这笔贷款组合给它消掉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儿我们转出方 在出售金融资产以后 这儿的转出方 你可以解决银行 会继续作为收款的服务方 他替谁收款 替信托 作为信托的收款服务方或收款代理人 但是这个钱已经不是他的了 每从消费者那收上了一笔钱 马上就转给别人 这就叫过手安排 如果你仅仅的是一个过手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认为你满足终止确认的条件 银行就可以把这笔贷款组合 从账上给它消掉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儿 当企业保留了收取金融资产 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 我银行是不是有向你消费者 收取本金利息的权利 但我承担了将收取的现金流量 支付给一个和多个最终收款方的合同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所有的情况 银行都能把这笔贷款消掉 不是 只有同时同时同时我说了三遍 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转出方物银行 才能按照资产转移的情况 进行后续分析处理 否则我不能认为我把集中资产卖了 我要继续确认 哪三个条件 其实就是在你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满足了实质性转移的条件 就是不颠覆 不挪用 不延误 这仨都是在说谁 银行 你只要牢牢记住 他在说银行就可以了 这样的企业也就转出方 或者银行 只有从该金融资产收取对等的现金流量 我只有从消费者收回了还款 我才有义务把这个钱支付给你最终的收款方 比如说信托 但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银行没有电款 这是第一个条件 三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第二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 银行要想清楚 你是过路财神 你从消费者收到的钱是谁的 是信托的 转让合同规定禁止企业 也就转出方 也就是银行出售或抵押该金融资产 但企业可以将其作为向最终收款方 支付现金流量义务的什么 保证 也就是说 我凭什么要给你收这部分钱 我收完了马上就给你 我不能用 第三个是不延误 企业也就是转出方 在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说的银行呀 有义务将代表最终收款方信托 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 及时划转给最终收款方 而且没有重大延误 也就是说站在银行的角度 你无权将该现金流量进行再投资 实际上这三项 不垫付 不挪用 不延误 都是在说什么 这个钱不再是你银行的 为啥不再是你银行 因为你把贷款组合卖了 你把贷款组合终止确认了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说明你满足了实质性转移的条件 站在银行的角度来说 你就会给我贷 贷款这个科目 把这一项贷款组合 从账上给我消掉 就叫终止确认 如果你没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很可能这笔贷款是假的转移 没有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银行不应该从账上把这笔贷款给我消掉 贷款是什么类科目 资产类 对银行来说 它是一个债权 别错了 就可以 第五个步骤 分析所转移的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情况 如果我有金融资产 风险报酬几乎都归我所有 那肯定是金融资产是我的 不能终止确认 如果我把金融资产给了您 随着金融资产的转移 风险报酬也一块转移了 那对于我来说 我可以认为我的金融资产 可以终止确认 从我这消掉 是这个意思 所以六个步骤的第五个步骤 就是要分析所转移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情况 我们看第一个 评估金融资产所有权上风险和报酬的转移程度 就是两种情况 转移了 没转移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是基于两者之间 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 我们看一下 首先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 原来这金融资产不是您的吗 您现在把金融资产给别的呢 这算不算终止确认 我就是要评估这个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转移程度 咋评估呀 我就是要比较一下转移前和转移后 你所承担的该金融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以及时间分布变动的风险 如果原来这些风险是由您承担 后来这些风险评估完了还有您承担 那就叫没有转移 如果风险原来是由您承担 后来是由别人承担了 这就叫转移了 你就可以踏踏实实把你手里的金融资产 从账上消掉 叫什么终止确认 那么在这我给大家举了两种情形 比如说 企业承担的金融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变动的风险 没有因为金融资产转移发生显著变化 风险原来在我这 金融资产明明拿走了 风险还在我这 那表明我企业仍保留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 能不能终止确认 不能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站在银行的角度 我把这个贷款整体卖给信托了 但如果我跟信托说 你将来跟这贷款有关的所有损失 你损失一分 我赔一分 损失一万 我赔一万 我全额进行补偿 那对于信托来说 不等于是坐收鱼庚之力吗 所有的风险转移之前都在银行这 转移之后还在银行这 我们绝不能认为 银行把这笔贷款组合转移了 只能是什么 我认为你拿一笔贷款组合到信托那 进行质押借款 回了一笔借款 而不能把贷款组合销掉 就这个意思 第二 出售一项金融资产 但约定以固定的价格 或者售价加上出借人回报的金额 怎么着 回购 啥意思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就在今天 假如说2022年的4月5日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出售了一项金融资产 出售了一项金融资产 那我约定一件事 我约定在2022年7月5日 我会把这项金融资产回购 假如说 我为了好说 我出售金融资产的时候 我问你 你是不是把回购的金额确定了 有人说确定了咋着 不确定咋着 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我确定 我出售金融资产的时候 售价是100 然后我确定了 我在三个月之后的回购价是120 今天就定好了 那大家想一想 实际上到了2022年7月5日的时候 我回购那一天的市价 或者是公允价 有可能比100万多 有可能比100万少 假如说2022年7月5日的市价 比如说是90 大家想一下 本来我卖出去的金融资产 是不是已经脱手了 但是本来市价就已经是90了 我把这个金融资产卖给您 那同您买这金融资产100 到这个金融资产跌到90 本来是一种风险 应该由您来承担 但是现在我把风险给你锁定了 我今天就确定了 我回购价是多少 120 那就意味着这个风险不是您承担 是我在替您脱底 那就是原来这金融资产在我手里 风险我承担 现在金融资产给了您 风险还在我手里 还是我承担 那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权限的风险并没有转移 在这种情况 我只能认为 我把一项金融资产质押给您 我取得了100万的质押借款 将来我回购120 是因为我额外给您20万 作为这三个月的利息 这种情况算不算 我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不算 那有人说你刚才说风险了 那收益呢 同样的道理 如果将来的市价 比如说涨到180万 大家想一想 本来您花100万 买了一个什么金融资产 这市价涨到180万 是不是一个收益 是不是一个报酬啊 对 这报酬本来应该由您来享有 但是我在今天出售时 我就把回购价120定好了 我在回购的时候 哪怕这金融资180 我不是也可以120回购吗 这个报酬是不是 并不是您来享有 而是还是由我来享有 风险我担 报酬我享有 所以我们所有权的风险 报酬并没有转移 但在我的角度 表面是在出售金融资产 其实是我把金融资产 质押给您 换了100万借款 三个月之后 我多还的20万 是我给您的三个月的利息 此时我绝不能把这个金融资产 给终止确认了 我真正要做的分路是 借银行存款100万 比如说贷方 我形成的是一项负债 贷其他应付款100 绝不能把我的金融资产 消掉 就正个意思 风险报酬没有转移 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情形二 肯定是转移了 金融资产转移后 企业承担的金融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 与转移前的风险相比 不在显著 原来所有的风险都压在我这 我把金融资产卖出去之后 所有风险全压在您那了 那在我这 我就认为我转移了金融资产 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 我可以带某某金融资产 把金融资产消掉 比如说无条件出售金融资产 我把应收账款卖给银行 我提前跟银行说 你不能找后账 你跟对方收不到钱 也不能来找我后账了 那是不是收不到钱的风险 就不再是我承担 而是银行承担了 对 这就叫转移了 这种转移了 我就可以把我的应收账款 从账上消掉 其实六个步骤 最终要决定的问题 就是你的账上金融资产 能不能消掉的问题 再有第二个 出售金融资产 且仅保留其在回购时 我以回购日的公允价值 回购的权利 这不是另外一种情况吗 这块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就在今天 2022年4月5日 我出售了金融资产 我出售了金融资产 比如说100万 我真的收到100万了 我只告诉你 我会在2022年7月5日回购 以什么价回购 以当日的公允价回购 那大家想一想 我并没有提前约定价格 那2022年7月5日的回购价 也就是当日的公允价 有可能涨了 有可能降了 如果是降了 比如说变成70万 我往回购时 我只给你70万 你买的是可是花了100万买的 这30万的风险 您自担 而如果当日的公允价涨了 比如说涨到180万 你100万买的 我回购时180万 我要给您180万 报酬 您相友 实际风险 报酬 原来是我这的 现在风险 报酬 转移给您了 这不就是所有钱 风险 报酬 转移了吗 此时 我在2022年4月5日 我就可以把我的金融资产 贷 某某金融资产 给它消掉 就叫终止确认 没了 这块内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 我给大家说一下 基本的处理原则 我们首先要判断 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是不是转移了 有可能是转移了 有可能是没转移 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个 如果金融资产上的 所有风险报酬转移了 再举个例子 如果我无条件的出售 某金融资产 您将来这个金融资产赚钱 赔钱都给我没关系 原来风险报酬 在出售之前 我承担 我享有 无条件转移给您 风险报酬 您承担 您享有的情况下 那我就可以 踏踏实实的 把我这一项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 这是无条件出售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不是转移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 它是保留了 什么叫保留了呢 其实我们经常把它说成是 有条件的出售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啊 我明明是银行 我明明把一组贷款组合 卖给您了 但是我跟您有一项承诺 这个贷款组合将来消费者 还本付息 都会您 但是如果消费者耍赖了 您少收一分 我补您一分 您少收一万 我补您一半 对于您来说是稳赚不赔 风险在谁这 在我这 如果是消费者全都给钱了 是不是等于是 您既没有好处 也没有坏处 都在我这 原来这贷款在我手里 风险报酬在我这 现在你稳赚不赔 风险报酬还在我这 这不就叫保留了 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说把我的贷款卖了 我要继续确认 我的贷款组合 另外我从您那收到的钱 我只能理解为 我拿这款贷款组合 质押给您 从您那换回一笔钱 换个词 介入一笔钱 那我借银行存款的时候 我就会带相应的金融负债 就这个意思 好 那这是转移了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你不能找候账 那有人说 什么叫既没有转移 也没有保留呢 说起来太乱了套了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一说你就明白 比如说 假 有一项应收账款 假 有一项应收账款 如果他想把这笔应收账款 出售给什么 出售给乙公司 什么叫转移了呢 就是无条件的出售 将来这假的应收账款 可能是收谁的 收饼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是假收饼钱 因为我把收款的权利转移给乙 将来是乙去收饼的钱 那我假提前约定好 你从乙里能不能收到钱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就叫转移了 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那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假的角度 他就可以 他的实实的把应收账款 比如说 一百万 给消掉 这就叫转移了 这就叫终止确认 能听懂吗 好 那么什么叫保留了呢 保留了是另外一种情况 假把这应收账款给了乙 那么如果乙公司跟丙收不到钱的时候 他能找后账 只要他跟丙收不到钱 乙说把这应收账款退给你 你把我曾经给你的钱给你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假等于拿着应收账款向乙那质押了一笔借款呀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明明收到了一笔钱 比如说就是一百万 借银行存款 但是你贷方 绝不应该把应收账款销了 你的应收账款对假来说还在 因为你拿应收账款质押从乙那取得一笔钱 要是银行 那我就带短期借款 要是其他公司 我可能带其他应收账款 这就叫保留了 一分钱都没转出去 而实际上什么叫既你没有转移 也没有保留呢 如果假公司要说我有应收账款 应该收谁 丙公司的一百万 我现在卖给你乙 如果你已收不到钱 我既没说你不能找我后账 我也没说我全额负责给你赔偿 我就告诉你 我最多 不论你已有多少钱没收回来 比如说你一百万没收回来 我最多只给你补十万 如果一分不补 已收不到钱是一分不补 这就叫转移了 全额补 那就叫保留了 一百万收不回来 我只给你补十万 这就叫既没有转移 也没有保留 听懂了吗 我们要区分 是不是你保留了对金融资产的控制权 没有保留 依然终止确认 保留了我们按继续收入的规矩来 这是后话 当然就会有继续收入资产 继续收入负债的问题 这就是基本原则 你要知道什么叫转移了 不能找后账 专业名词叫不负追索权 什么叫保留了 专业名词就叫负追索权 什么叫既没有保留 也没有转移 你有一百万收不回来 我不是一分不管 我只管十万 我只管二十万 这就叫既没有保留 也没有转移 就这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 且转移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当我把风险报酬 公酬转让给您 我就可以把我手里的金融资产 给卖了消掉 第一 且无条件出售金融资产 您不能找后账 第二 且出售金融资产 同时约定按回购日 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回购 我只约定三个月之后回购 回购日的公允价值多少 我按多少进行回购 风险您的报酬您相有 我就等于转移了 第三 且出售金融资产 同时与转入方签订 看涨看跌期权的 并且看涨看跌期权 为深度加外期权 啥意思 我站在假公司角度 我把这金融资产卖给您 同时我跟您签了一个看涨看跌期权 看涨期权是买入期权 看跌期权是卖出期权 将来这金融资产如果涨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一个较低的价格 把这金融资产买回来 这不就是看涨期权吗 但是实际上站在我的角度 也就签个协议 我估计这个金融资产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这就叫深度加外期权 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换句下句的台词就是 我几乎没可能往回买 那我今天就是真的卖了 我今天就终止确认 就这个意思 看涨期权也是一样的 第四个 什么叫保留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的几乎风险报酬呀 就是没转移出去 风险还在我这 收益还在我这 比如说我且出售金融资产 并且跟转入方签订回购协议 协议约定 我今天就把回购价定死了 如果是将来的市场价要涨了 降了是不是人家是宝本的 人家以固定价格等于让你回购呀 对于我来说 风险在我这 报酬在我这 我等于没转移出去 或者按照原售价 加上合理的资金成本 向转入方回购 原被转移的金融资产 或者售出的金融资产相同 或实质上相同的金融资产 明明卖出去了 但是我今天犯傻了 我给你约定一个固定的价格回购 等于风险还在我这 周一还在我这 市场价格的波动 还是由我来锁定 那等于我没转移出去 这叫保留了 保留了 我不能把金融资产给销了 包括企业融出证券 或进行证券的出借 你网出借证券 肯定不能算转移了 第三 企业出售金融资产 并富有将市场风险 长口转回给企业的 总回报协议 我明明把金融资产 卖给您了 我会告诉你 如果将来你赔钱了 赔一分 我给你补一分 赔十万 我给你补十万 那不等于风险还在我这吗 我就没转移出去 第四 企业出售短期应收款项 或信贷资产 并且全额补偿 转入方可能因被转移 金融资产发生的信用损失 还有第五 企业出售金融资产 同时与转入方签订 看涨看借期权 明明有期权 并且看涨看借期权 这回不是深度价外 是一项价内期权 啥叫价内期权 我今天把这根笔 卖给您了 我跟您打赌 将来这根笔涨到什么疼度 我会把这根笔买回来 而且我告诉你 很有可能会涨 我很有可能会把这东西买回来 卖出去的东西 我几乎有手拿把钻的证据 我觉得你又会买回来 不就相对于这个东西压根没卖出去吗 就等于风险报酬 没有转移 那不就是跑流了吗 第六个采用复追索权方式出售金资产 明明我把营收账款转移给了银行 银行跟乙公司收不到钱时 他要来找我后账 那不等于我还是没有转移出去 这项营收账款吗 一定要区分 什么叫转移了 什么叫保留了 这块内容必须会 好 这是第五个步骤 第六个 听着是不是有点像天书呀 但是这块理论文字就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判断一下 分析企业是否保留了控制 我们企业在判断是否保留了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时 应当重点关注转入方出售被转移金融资产的实际能力 啥意思 我先给你把这两端话说一下 说完了我给你举例子 如果转入方有实际能力 单方面决定将转入的金融资产整体出售给其不相关的第三方 而且满有额外条件对此项出售加以限制 那表明企业作为转移方 未保留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 除此之外的情况下 则企业保留了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 啥意思呢 我年年都举这例子 而且很多人好奇 说老师您的那两个朋友复合了吗 没有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有一个朋友 这个男的和女的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但是两个人你觉得性格也很好 然后就是过不到一块 这个女的跟这男的离婚了 但是这个男的当时他们家是拆迁户 有好多套房 可是这个女的没房 那不已经离婚了吗 也不可能再讲夫妻了 这男的体恤这女的 然后就说 这样你没房 你可以还住在这个家里 那最起码一个两居室 有俩卧室 你一个我一个 对吧 两个人 然后还是住在一起 但是已经离婚了 那大家想一想 虽然你们住在一起 已经离婚了 是不是相当于是你们俩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了 对 这个男的是不是已经变成单身了 对 这个男的是不是可以找新的女朋友了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我怎么判断 这女的是不是保留了对这个男的控制权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转入方有实际能力 单方面决定将转入的精彩 整体出售给其不相关的第三方 可以举这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如果这男的长得特别帅 然后又特别心细 又特别会说话 家里又特别有钱 你觉得他找到新女朋友的可能性大吗 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的前妻又不横加阻拦 没有额外的条件 对此相出售加以什么限制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这个女的并没有保留对这个男的的控制 对在这种情况 如果是金融资产 你没有保留控制 我就可以终止确认 那这女的就可以把他们前一段 他们作为前夫前妻的这段婚姻 给他终止确认了 就这个意思 那另外一种情况 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 则视为企业保留了对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 而我这个前边他前妻这个朋友并不是这么做的 他是怎么做的 这个男的明明跟他离婚了 然后呢 这个男的只要领会一个新女朋友 他不是摔盘了就是摔完 然后要不就是生气 那大家想一想 他是不是限制了这个男的找新女朋友 对 然后他有可能说只是说信的不愿意 没管 也有可能是只要见有新的女朋友去 就摔盘了摔完 在这种情况下 您没有让这个男的自由交往 您就算保留了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 那要保留了这个控制 将来我们按控制的程度 我认为你这个女的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干涉这男的生活 很有可能是我们后边的继续收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实际上 我在给大家讲长期股权投资时 我也说过 如果两个人男女要是离婚了 没有感情 如果不是冲突 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倒不如快逃斩了吗 你何必呢 实际最后这个男的到现在都是男神 只要领女朋友回去 他前期不是哭 就是闹 要不摔东西 最后他还是保留了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 绝不能终止确认 此时这个女的就不应该把他跟他前夫的这段感情终止确认了 因为他还留恋于此 就这意思 导致转出方队被转移金融资产形成继续摄入的常见情形 具有追索权 这女的跟这男的明明离婚了 但是这男的一找新女朋友 他就闹 这不就等于有追索权 还是不甘心离婚了 你就不能把这段婚姻终止确认了 这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导致转出方对被转移金融资产形成继续摄入的常见情形 如果这个女的本身这男的一找新女朋友 他就闹 那本身你就保留了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 我们就应该后边的继续摄入的规矩来 继续摄入也要考虑一个程度 是这男的只要领新女朋友回去你才闹呢 还是这个男的大小事你全管呢 还是这个男的的事你什么都不管呢 我们要继续摄入程度来进行继续摄入的账务处理 所以导致转出方这个女的对被转移金融资产 他们潜伏前妻那点婚姻所形成继续摄入的常见方式 第一具有追索权 第二享有继续服务权 比如说这女的要说 哎呀虽然咱俩离婚了 你是一个光棍 你也不会做饭 你也不会洗衣服 我给你做饭吧 我给你洗衣服吧 这不就是享有继续服务权吗 还有签票回购协议 还有签发货持有期权货提供担保等 总之你断的没那么干净 你要断的干干净净 你就可以把你手里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你断的没那么干净 你就应该按继续摄入的规矩来 就这意思 这六个步骤实际就是在告诉你 我金融资产转移的六个方面 从任何一个方面判断 都有可能得出我们终止确认 是不是符合终止确认 符合终止确认 你把金融资产消了 不符合终止确认 你绝不能消金融资产 就这个意思 前面这块理论可能比较复杂 大家多听两遍 慢慢的就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那这一讲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